一名17岁的少女仅仅是因为午睡时被楼下孩子的嬉闹城吵醒 给下楼诱拐杀害了一名8岁女 本期就来讲述这件震惊韩国的人川女童碎石案 2017年3月29日 韩国人川某公园一名叫西美的8岁女孩正在开心地和伙伴们玩耍 突然想起距离中午放学已经过了很久 忘记了给妈妈打电话报备 于是打算和身边大人借手机 这时一个戴着墨镜拖着行李箱 看起来像是一个中年妇女的人走了过来 和西美说小朋友我有手机 但是没有电了你可以跟我回家打电话 天真的小女孩毫无戒心地和这个女人离开了 自此西美失踪 西美的妈妈发现了孩子没有回家 于是焦急地给小学老师打电话 当得知孩子们都回家吃午饭的时候 西美妈妈知道出事了 当天的中午西美的每一个同学都接到了西美妈妈找寻西美的电话 但是没人知道西美去到哪里 西美妈妈不敢耽误时间马上报警 大岁女童失踪引起了警方极大关注 与此同时 西美失踪的消息也在小区里迅速传开 这些看着西美长大的邻居 自发组队 也开始到处寻找孩子 直到下午小学放了学 警方和邻居们依然在努力寻找 可就是看不到孩子的一点身影 就在众人感到筋疲力尽时 中午与西美一同玩耍的伙伴出现在警方的视线中 同样天真的孩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懵懂地告诉警察 今天西美丢下我一个人 跟一个戴墨镜的阿姨走了 戴墨镜的阿姨 这个线索让警方大吃一惊 他们认为西美被绑架或拐卖的可能性很大 之后孩子详细地描述了中午发生的事情 至于那位阿姨的特征 警方通过孩子的描述 捕捉到了几个关键词 中年女性 墨镜 行李箱 与此同时 街道小区监控 最新交通的信息都被一一调去 晚上10点30分左右 警方终于发现了西美 不过孩子已经身亡 尸体是在小区楼顶的水箱室发现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8岁的西美被残忍的分尸杀害 依靠着塑料袋中残留的衣物 警方才判断出 这就是众人苦寻的西美 随后警方在对尸块进行检验后 发现西美的某关手指不知所踪 到底是分尸时无意遗漏 还是凶手有特殊癖好呢 8岁女童被杀害分尸的消息 瞬间传遍了大街小巷 人川警方压力俱增 市民们人心惶惶 经法医鉴定 西美是被勒死的 死亡时间是在当天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 这个时间正是西美与好朋友分开 跟随不明身份女人回家打电话的时间 由于顶楼水箱室附近干净整洁 没有丝毫的血迹 警方判定第一现场在别的地方 如果凶手是个女人 那么搬运一个8岁女孩尸体的工作量也并不小 所以在出查阶段 警方把重点调查范围锁定在水箱室所在的楼洞 及其附近的小区 没过多久重大线索就出现了 当晚警方在某栋楼的电梯监控中 发现了西美和一个女人的身影 戴着墨镜临着行李箱和孩子的描述一模一样 当两人到达13层时 除了电梯 自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当天晚上 警方就对居住在13层的所有住户 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 但可惜的是没有任何线索 一筹莫展的时候 警方把风光投向了每层楼都有的消防通道 本道作案的第一现场不在13楼 带着这样的思考 警方扩大搜查范围 整栋楼一一排查 直到凌晨时分 警方在15层一户金性居民家里 发现了属于墨镜女人的衣服和行李箱 卫生间中也有大量血迹 警方立马靠上在家中的中年女子 是这个房子的女主人 但她刚刚到家 根本不知道家里为什么会有血迹 并且她早上出门时的穿着 也与监控中的墨镜女人截然不同 而且有在医院工作的不在场证明 全医院都可以证明 警方无奈释放了女主人 不过也并没有放弃这条重要线索 这时邻居无意间的一句话 成为了破案的关键 他们家还有个女人 倒是经常戴墨镜出门 邻居所说的就是他们家未成年的女儿 17岁的金之言 几个小时之后被正式逮捕 身形与成年人无异 俏丽白皙的脸 人出无害的少女模样 无论如何都跟穷雄极恶的碎尸杀人犯 扯不上关系 可铁证确凿 DNA检测结果表明 卫生间里的血迹属于被害者西美 再加上监控记录与目击证人的指认 金之言是凶手无疑 警员拿出西美照片问道 他叫西美你认识吗 金之言草草扫了一眼 斩钉截铁道 这是谁我不认识 最初金之言一直咬定自己不认识西美 直到警方把每件证据摆放在面前 他的脸色才有些异样 坚持一段时间后 金之言谦笑地吐出一句话 其实杀掉这个小孩就像玩一个游戏 警官不解地看着他 这名17岁少女开始讲述了一个惊人又恐怖的真相 3月29日 金之言在家里舒服得午休 本来应该上学的年纪 金之言却因为性格孤僻 辍学在家 这天中午孩子们在楼下玩耍的声音 吵醒了午休的金之言 他皱着眉头拉开窗帘 低头望着窗外在玩耍的孩子 对他们的厌恶急速攀升 烦躁不已 一把劳火手机给自己的网友抱怨 不知网友安慰了什么 之前还满脸不悦的金之言 几分钟后微笑地走出了卧室 他先是翻出了一套妈妈的衣服 找出了一个大号行李箱 随后习惯性地戴上墨镜走出了家门 下楼后他顶着太阳坐在公园长椅上 观察着来来往往玩耍的孩子们 就在金之言纠结要朝哪一个孩子下手时 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小女孩稚嫩的声音 我想给妈妈打个电话 可我不敢去接手机 此话一出金之言知道机会来了 12点40分左右 金之言戴好墨镜 提着行李箱走到了正在纠结的西美面前 温柔地对西美说 自己可以接电话 但是得跟她回家 年纪尚小的西美毫无防人之心 紧紧拉着金之言的手 跟着这位热心阿姨离开了公园 没一会儿金之言一手拖着行李箱 一手拉着可爱的西美 走进了自家楼洞的电梯 按下了13数字键 这是西美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里 也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影像 出电梯之后 金之言又哄着西美走了两层楼梯 到了15层的自己家 见西美轻易上沟 金之言开心不已 在安顿西美跟自己家的猫咪玩耍一会儿后 他就开始跟那名网友聊天 时间来到下午两年左右 专心聊天的金之言 突然放下手机笑颜颜的拿过一个数据线 吵着正与猫咪玩耍的西美走了过去 几分钟后 小小的西美也窒息而亡 把西美勒死后 分解十块 收进了两个大袋子里 牵下了西美的手指 洗干净 装进了一个玻璃瓶中 套进了一个精美的手提袋里 全部都收拾好之后 金之言再次出了门 他先是处理了尸体 之后拎着那个恐怖的手提袋 往地铁站走去 从遇到西美到抛尸结束 还没到三个小时 而此时他早就换下了 做爱时的那身衣服 变回了一个青春靓丽的少女 那天以金之言擦肩而过的所有人 根本不会知道 这个笑着乘坐地铁的女生手里 提着一个恐怖的玻璃瓶 金之言此行的目的是 为了去首尔 见那个神秘又亲密的网友 毕竟那个网友全程 参与了他的杀人过程 从案发的人川严寿区 乘坐公共交通 到达首尔市 需要一小时二十分钟左右 一路上金之言的心情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甚至还特别开心的跟网友聊天 你看他漂亮 下午四点 金之言跟网友会合 在交谈几句之后 他递出了那个手提袋 晚上八点三十分 他又乘坐地铁回了家 在回家的路上 金之言为了掩人耳目 还特意发布了一条推特 我们社区有女童失踪了 在此之后 金之言一直待在家里 直至被捕 在抓捕金之言后 警方都对他的作案动机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 会因为楼下公园中 几个孩子的吵闹 而对他痛下杀手 这一切的疑惑 在调取了金之言的 社交软件记录之后 统统得到了解答 虽然金之言在现实生活中 不爱跟人交流 但在网络上 却是一个极为健谈的外向女生 因为不上学 所以有大把的时间 去上网聊天打游戏 一款极为流行的网络 角色扮演游戏 吸引了这个无所事事的少女 不久之后 金之言被好友拉入一个 僵尸游戏社区 游戏画面分外血腥 金之言刚开始 还有些不适应 但玩的越多 心理底线就越低 直到最后变得麻木 觉得死人 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因为这个游戏通关很难 因此金之言 常常和好友们 讨论到半夜 其中有个网友极为热情 时常指点金之言 如何打游戏 在一两个月之后 金之言就跟这位网友奔线了 甚至还开启了一段新恋情 警方点开对方的资料信息时 瞠目结舌 这位网友竟然是个女生 家住熟儿 通过聊天记录可以看出 金之言对自己的这位女友 严挺计算 甚至杀害西美的主意 都来自于这位女友 金之言午睡被吵醒时 女友见一道 你杀了他们不就好 就像做任务一样 被提点的金之言恍然大悟 感叹自己怎么没想到 这么好的主意 随即他就开始在网络上 搜索猎奇的杀人方法 同时金之言还向女友 描述了自家楼栋 监控器的位置 和楼下孩子们的坐期时间 在做足的准备之后 金之言开始了行动 等到把西美带回家后 金之言又与女友发了好几条消息 类似抓到了 还活着呢 在杀害西美时 电话那头的网友 带领了金之言 一步一步的完成恐怖行径 显然 这个女友在这起案件中 起到了极大的执道作用 然而 通过手机软件 警方只能得知 这个女生居住在首尔 其他的资料信息 一个也没有 就在仁川警方 考虑是否联系首尔警方时 首尔正面发现了新情况 3月30日清审 也就是金之言被捕几小时后 一位清洁工 在首尔的某个垃圾箱内 发现了一个玻璃罐 里面装着的人体手指 把他吓破了大 清洁工报警之后 警方开始了大范围的监控排查 最后目标锁定了 垃圾桶附近的一个 非常高档的小区 这里的住客 非富即贵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传唤了一名 叫朴志炫的18岁女生 面对那个玻璃罐 朴志炫表现的惊恶又冤枉 声称自己以为是个普通垃圾袋 好心的扔进了垃圾桶里 由于没有其他任何证据 朴志炫被释放了 巧的是 在一两个小时后 任川警方打来电话 请求协助调查 而锁定的重大嫌疑人 就是首尔警方 刚刚放走的那个女生 朴志炫 自此凶手全部落网 关于两位女生 作案的更多细节 也逐步被披露 当证据店完整之后 金志炎与朴志炫 站在了审判席上 本以为是大快人心的 正义宣判庭 没想到却上演了 金志炎的律师团人数高达12人 大家猜测 他的家庭背景不普通 甚至有韩国媒体称 其背后有裁法实力 那个18岁网友朴志炫这边 就更为神秘 善于挖掘上层内幕的韩国媒体 都没有找到 关于其家庭背景的任何信息 6月15日 任川地方法院 对该案件进行了首次审判 金志炎的律师称 当事人承认全部罪行 但否认杀人是预谋作案 用来支撑此言论的 是金志炎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 杀人行为是由于这些疾病 引发的冲动与偶然的行为 亚斯伯格症候群 是自闭症的一种 得病患者的智力 虽与常人无益 但缺乏社会沟通能力 往往对特定的领域 较为执着与痴迷 律师还一再强调 精神鉴定结果表明 金志炎在作案前后 都处于精神疾病发作状态 熟知金志炎作案细节的人传警方 并不认同这一点 从金志炎换上妈妈的衣服 拧行李箱 戴墨镜 再到13层下电梯 抛尸水箱 便装去地铁站的行为 都可以看出金志炎杀害西美 绝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有预谋 有规划的 一审判决中 因为金志炎犯案时未满18岁 所以按照少年法判处 20年有期徒刑 而已经成年的朴志炎 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当然拥有强大背景的二人 对于审判结果 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在后续庭审中 金志炎拿出了更多精神诊断证明 说明自己小时候 就有了忧郁症的求诊纪录 一直都为痊愈 这一行为在韩国国内 掀起了渲染大波 民众对于精神病 开始产生了质疑 什么时候精神病 可以成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呢 针对金志炎的说辞 韩国知名犯罪分析专家 出身的国会议员 亲自上知名节目 分析了整个案件 他认为金志炎 根本不可能因为精神疾病发作 才犯下这惨无人道的罪行 第一 从种种证据显示 整起案件是计划性犯案 凶手的缜密思维和做法令人惊叹 第二 凶手完全清楚和了解被害者承受的痛苦 第三 凶手在法庭上意识清晰 口屎伶俐 只是在希望利用精神疾病的理由 来减缓刑期 2018年9月13日 南韩大法院维持二审判决 诱拐未成年人罪 杀人与尸体损毁罪 判金志炎 20年有期徒刑 佩戴电子酒料30年 而朴志炎则是一再强调 自己是从犯 从未参与实际杀人行动 所以从无期徒刑 减刑至13年有期徒刑 这一判决结果 在韩国国内掀起渲染大波 两个凶手背后的家庭 却自始至终都在沉默 两名高中少女 以极其残忍的方式 将一名年仅8岁的女童杀害 甚至将其尸体大卸八块 扔至水塔 不过最终却因嫌犯未成年 精神疾病等原因 被分别判了20年和13年的 有期徒刑 但这两位少女就算出狱后 不过也才30多岁 没有办法防犯他们再度犯案 因此这起可怕杀人案的 判决结果 让当时整个韩国社会 都感到心寒不已 可能许多年后 当有人参加某个首尔名冤聚会时 旁边对你礼貌微笑的女人 是个杀童的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